而六大石油行业的巨头 现在则是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 针对石油价格为何急速遭高涨 而且居高不下来进行自我辩护 立法者认为石油公司已经加大了产量 但是却刻意使燃油价格停留在高位 来看看石油公司的高管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在今天早晨的听证会上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向六大石油公司询问了为什么 即使原油价格下跌 汽油价格仍然居高不下 这场矿日持久的涨价源自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 以及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能源出口实施制裁 截至发稿 美国汽油期货价格下跌 已经超过了7%至每加轮3.07美元 因为国际原油价格跌幅更大 跌幅超过了9%至每桶约102.11美元 民主党人兼小组委员会主席戴安娜·德·盖特说 如果原油价格是由全球市场驱动 那么为什么原油价格下跌 而石油价格仍然接近历史高位 并质疑这些公司借口战争而谋取暴力 雪佛罗首席执行官解释 燃油价格是市场动态决定 石油公司几乎无法控制 他补充道原油价格的变化 并不会立即导致自助加油站的价格发生变化 零售站之间的竞争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能使得加油站的价格回落 翘牌美国公司总裁表示 他们的公司既不控制 也不拥有旗下13000个翘牌加油站 汽油零售价格是每一个加油站自行单独制定的 美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 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制定石油或者原油的价格 市场是根据供需来定价的 只有Poyner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是由于人工和供应链短缺 石油公司需要时间来提高产量 他并解释到 劳动力不足是由于在大流行开始的第一年 由于汽油价格过低 很多钻井平台以及钻油团队 都纷纷退出了该行业 中天中望 顺利报道